好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這個題目 他說如途所事 他說以這個誰 兵頸家為原點對不對 好這邊來詳區這個寫得0 然後呢因為這邊已經寫的是500公尺了對不對 所以對吧每一格呢是多少 就是100 所以這個詳區喔 正100 負100 欸對不起正200 正300 為什麼呢因為題目說以東方為正 所以這邊東方是正的 所以西方就是負的 所以這邊是負100 負200 負200 好接下來題目說 兵頸從圖一面有出發 好說怎麼知道 你看又會這個表格 好剛剛講到的 我說當我的時間是0的時候 我卻在300的地方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還沒有時間還沒有走的時候 我一開始就在300的位置 注意喔 300是說我在300這個位置這邊 而不是說我走了300公尺喔 是說我在300這個地方 好從來請問你300哪裡 300在學校 這邊顯示學校 好然後最後在哪裡 最後來最後在那裡 這是哪裡這個地方 對過去是什麼 0吧 0是什麼 啊你是不是在他家嗎 對不對 所以他是兵頸家 對 好然後請問你 兵頸在哪裡 曾經逗留過 來看這裡 他這邊有沒有看這邊 他是不是走走走走走走到哪裡 走到100的位置 而且是在1分鐘之內對不對 他在1分鐘內 從300走到100的地方對不對 然後停留幾分鐘 我從1到3有沒有 都是多少 都是100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呢 都是水瓶的 他保持他不動的地方對不對 所以這邊呢 代表了什麼意思 他在100這個地方 100在哪裡 廟 他在廟那邊逗留 對 都有幾分鐘 我從1分鐘到3分鐘 這邊逗留了2分鐘 這樣會嗎 然後最後請問你 他說他有沒有經過賓果室 沒有啊 如果經過賓果室的話 他應該再負200 代表這個地方是怎樣 還是往下 往下 那這個地方負200才對 但是他還有畫這個圖嗎 沒有嘛 所以他就沒有經過 這樣會嗎 所以你圖看懂的話 其實題目就很簡單 他臉算都不用算 這樣會啦齁 好 OK